國道客運靠窗座位 一名黑衣男乘客戴藍牙耳機 頻頻低頭突然嘴巴吐出白煙 仔細看他手上拿的是電子煙 反覆抽了好幾口 雖然低頭抽 但是煙霧那麼明顯 早就被隔壁乘客發現 黑衣男還活在自己的世界 繼續吞雲吐霧 拍下畫面的乘客 是一名孕婦和先生 一起搭客運北上 他們指稱黑衣男不只抽電子煙 還出現手抖的怪異行為 不敢貿然上前阻止 請先生到廁所打電話報警 也跟司機反應 甚至也打給了客運公司的客服 等下了國道停靠金國轉運站 才有一名工作人員上車勸導 並幫他們換位置 最後開到三重站 這名抽電子煙的男子倒站下車 拍下畫面的乘客 事後將影片PO網表示 當下就是因為不曉得對方 吸食了什麼東西 怕會出現危險行為 才會反映給客運業者並報警 但卻只有口頭勸導 也不知道這名黑衣男子 有沒有真的聽話 客運業者後續也沒有 向他們詢問整個過程 質疑這樣真的有保護到 其他乘客嗎 也就是說客運業者 除了口頭勸導沒有強制力 衛生單位也只能要求宣導 遏止的方法得靠民眾拍照錄影 並且報警 還得確保遠景有抄寫對方的資料 才能移請衛生單位裁罰 TV宣華國鈞 羅惟欣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